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古典音乐很难吗? 我们今天是这个节目的最后一期了 我想给大家介绍一位来自东方的指挥家 大家一定都知道他 他是日本的指挥大师小泽真儿 在2002年的威也纳新年音乐会上 担任指挥的正是这位东方的小泽真儿 他小个子、圆脸、灰白的长发 他让来自各国的乐手用母语给大家说一句新年好 最后他转过身对着镜头用纯正的中文说了一句新年好 如今日本是西方古典音乐的大市场 我记得在唱片业鼎盛的时期 在欧洲美国买不到的古典音乐唱片 在日本肯定能搜到 音乐家在日本受到了明星般的待遇 一大批乐迷跟随着他们满世界飞看演出 到了这几年 西方大师们来到中国 常常说中国眼下的古典音乐的现状 很像几十年前的日本 这是否意味着过几年 我们国家也能出现小泽真儿这样世界级的指挥大师呢 小泽真儿对中国非常有感情 1935年9月他出生在中国的沈阳 他的父亲是一位雅科医生 后来他们搬到北京 小泽真儿说他的大部分童年记忆都是发生在北京 直到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夕 他们举驾迁回了日本 在1994年近60岁的指挥大师回到故乡沈阳 他想指挥辽宁交响乐团演奏一首德沃夏克的第九交响曲 自新大陆给故乡听 可是他听了一下辽宁交响乐团的水准 觉得实在很糟糕 没法演出 于是要求大家分身部考试 50多个乐手他一个一个的听过来 教他们正确的演奏 这根本就不是一个指挥大师应该做的事情 简直是让一个指挥大师去做小学生的功课 但小泽真儿就是这样一个事无巨细 全力以赴的人 后来乐手都被他的要求给吓哭了 说自己做不出来 但他说你可以的 后来大家齐心协力 把这场音乐会演出了中国本土乐团的高水准 小泽真儿在童年时代就很有音乐天赋了 成年之后 他去读了日本著名的同鹏大学音乐系 这个音乐系在日本非常著名 20岁毕业的时候 他已经成为一个羽翼丰满的青年指挥家了 之后他选择去欧洲发展 他去了法国 坐轮船坐了两个月才到达法国 没多久他就在法国获得了贝桑松国际指挥大赛的第一名 当时一个指挥大赛的金奖就可以一举成名 之后他再次参赛 参加了卡拉扬指挥比赛 又是名列前茅 这个比赛其实是卡拉扬大师举办的旨在选拔学生的比赛 所以得奖之后 他因此成为卡拉扬的学生 非常幸运 后来呢 他又获得了另一位指挥家 美国的伯恩斯坦的青睐 成了伯恩斯坦的助理 他在大师们身边获得了实践经验 更开阔了眼界 因此呢 普遍被夜间看好 可以说小泽真儿非常努力 也非常幸运 他能够成为在西方最有影响力的东方面孔之一 与这两位最有影响力的大师一定是分不开的 要知道在一个西方人主导的指挥家行列里面 一张东方面孔想要赢得信任是多么的艰难 那一场贝桑松的指挥比赛后来成了传奇 据说在决赛里面 小泽真儿拿到一页乐谱 开始指挥一个知名的乐团 音乐进行到一半的时候 他听见了一个异样的和声 这是乐手失误 还是自己听觉出错呢 在那一瞬间 他决定相信自己的听觉 于是回头向评委们喊 说乐谱弄错了 这时候所有的评委站起来为他鼓掌 原来主办方在乐谱中精心设计了一个圈套 只有小泽真儿能够正确指出这个错误 小泽真儿的勤奋在圈中已经被传成了佳话 他每天天还没亮就起床开始阅读总谱 太阳升起的时候他已经读了两个小时了 日复一日天天如此 不管前一天晚上演出到多晚 后来他被评论认为是二十世纪的一位指挥奇才 他擅长用自己的技巧和风格开发乐队的潜力 因而形成辉煌的风格 而且他拥有个性化的演绎 以自己的情感诠释作品的内涵 而他的这些天分并不是轻易获得的 而是来自日复一日的不倦努力和执着追求 他的曲目丰富 几乎涵盖了浪漫主义的博聊兹 到现当代的斯特拉文斯基 从俄罗斯的采口夫斯基 美国的格斯温到日本的乌满车 几乎包罗万象 他尤其擅长博聊兹 我们知道博聊兹是以精彩的乐队管弦乐法而知名的 小泽真儿在深入细致的了解剥料兹的音响语言之上 让音乐表达自己的真实情感 因而他的音乐深入感人 同时他也不断开发对歌剧的演绎 从莫扎特的《女人心》入手 逐渐发展到俄罗斯歌剧 叶布格尼奥涅金还有普吉尼的歌剧 一直到斯特拉文斯基的《浪子的历程》 还有奥涅格的也是一位现代作曲家 奥涅格写的《火行堆上的贞德》 九十年代他在大都会歌剧院担任艺术总监的时候 每年都坚持上演四部新歌剧 不断地开拓自己的指挥领域 小泽真儿的工作起点很高 最初他是在纽约爱乐乐团当副指挥 在伯恩斯坦门下学习和工作 之后他回到日本 担任日本广播交响乐团的指挥 后来他又辞职回到美洲 先是去加拿大多伦多交响乐团 担任常任指挥 常常出现在美国的音乐节上 之后是在旧金山交响乐团 最后是与波斯顿交响乐团签了终身合同 小泽真儿最早来中国演出的时候 中国的乐团里面的乐手几乎被他的动作给吓坏了 他在音乐的最强烈处摆出一个冲锋枪的造型 对准某个乐手 吓得这位乐手快要吹不下去了 指挥的大幅度动作一直都是小泽真儿的个人风格 他热情果敢又有着惊人的敏锐 而他的指挥动作非常清晰流畅 几乎让人感觉到节奏的律动 他练就了浑身都是音乐的本领 每个人都被他的感染力所激励 而他处理音乐的细节又是非常准确的 能够准确把握作品的风格 布局严谨清晰 层次鲜明 主题彰显 这些细节与整体又是相当巧妙的平衡起来 我想这就是小泽真儿的艺术 感觉与理性 感性与思想 勤奋与天分 在他身上像音乐一样和谐而流动起来 那么接下来我们就来听他指挥的代表作 《不了字》的幻想交响曲